人類長度內的細菌種類和數量十分龐大 與人體和平共存 共生互利 長度菌可分為好菌、壞菌和中性菌 長度菌上的好壞影響健康的走向 例如長度壞菌多的人容易輻射、便秘、抵抗力差、發胖甚至老化 目前抗老化的目標是如何維持好的 長度菌上可以從飲食和生活著手 第一 食不同的發酵食物攝取多樣的菌種 發酵食物包括味噌、納豆、泡菜、菜乾、起司、發酵乳、幽樂乳、養樂多、幽格酸奶、魚露、醬油、臭豆腐、豆腐乳、醋、酒釀、普爾茶等 要從食品上得到較大量的菌 比較可靠的是發酵乳 其他發酵食品可以長期補充 每次吃一些來補充多樣的菌種 他強調補充益生菌要注意飲食多元化 第二 食用含水溶性纖維食物補充益生原氧好菌 纖維可分為非水溶性纖維和水溶性纖維 非水溶性纖維可以促進排便 對長度菌有間接的好處 這類纖維常見於纖維感較明顯 要咀著比較久的蔬菜和全菊類 水溶性纖維豐富的食物包括燕麥 豆類 番薯 馬鈴薯 南瓜 秋葵 菇類 海藻類 花椰菜 胡蘿蔔 蘋果 梨 香蕉 其異果 甘骨類 瓜類 洋菜和舉藥 生活作息 維持好的生活習慣 預防壞菌變多 要避開讓壞菌變多的行為 例如不良飲食的習慣 例如時時吃油渣的食物 長久累積壓力 生活作息不正常 熬夜 小運動 上述三者對長度菌的影響程度為 飲食 壓力和生活習慣 承認